在做那個公式如果實在是有一直卡住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從那個 程式碼裡面這邊可以 點開有沒有右上角可以彈出 彈出視窗這邊就會有一個 就是我們要你再把它複製像這邊我剛剛的這個 有沒有我們的畫面 在綜合練習1 這一段你可以Ctrl C 如果你實在是做不出來或者不知道哪裡錯你也可以拿這個來比對 然後再來這邊Ctrl V 再做打勾就可以了 有沒有就填兩下 也可以有答案出來 所以如果 因為這一串 可能有些同學 不太知道說為什麼到底錯在哪裡 那你可以 把這個公式貼到別的地方比對一下 就知道到底你錯在哪裡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似乎太長了一串 所以有沒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假如我不用REPT加L1N的話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其實是有的 哪一個函數呢 另外在那個文字函數裡面 所以我們留下前面的 其他函數 那你可以看到在文字裡面 有一個T開頭的 這個 TEST 那這個TEST函數 它除了說可以將 數字 轉成文字 有沒有 剛剛是Value 剛好顛倒 Value是 把 文字轉數字 那如果將來你需要TEST 需要相反的話 你可以用TEST 不過 他比較特殊的是 除了有個Value之外 有沒有 Value就是你裡面給他的值之外 逗點還有一個 Formate的TEST 那所謂的Formate TEST 就是你的格式化 那假如說你給他三個0的話 他就會幫你格式化成三個0 OK 那因為我們要三嘛 所以 很簡單 就是用TEST就可以 你可以把這個值給他 那他回來的 如果你是要 三個0的話 很簡單 你就是 雙引號 0 0 0 再一個雙引號 有沒有看到 084 這這一招 似乎比剛剛的簡單多了 有沒有 一個 函數 就可以 通通完成了 而且這裡面還有蠻多變化的 按確定 好 那當然 你會發現 084就出來 那再來一樣 把這一串 複製一下 再貼過來 記得連AND都要過來 然後 這邊再把它改成 H4 再打勾 你就可以直接點兩下 結果就會是 要我們要的 當然相對的公式也會簡單 許多了 那也就是說 不過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之前 這個會用這樣的方法 因為有的時候 人有時候會這樣啦 就是喜歡做牛爪尖 反而有大陸不走 偏偏要繞很多路才走到那個 所以有的時候你當然 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不可能一次馬上就做到最好 所以你會想說這個已經夠好了 可是還有沒有更好的 其實有 我等一下要講的 這個按下去 再按下去 全部做好 有沒有 這樣感覺好像更快 你的工作就按個按鈕 好 那你會發現 我這邊出來的結果是輸出一個值 有沒有 那底下呢 還有一個門號 函數 什麼意思呢 按下去 我輸出的東西有沒有 它不是一個值 它是一個什麼 剛剛的公式 也就是說 你將來 要一鍵完成的 這種方式 至少會有兩種以上 你可以丟 最後的結果到儲存格 你也可以丟一個公式 那因為你公式丟進去 它會自動幫你去執行裡面公式的結果 那哪一個好呢 其實當然沒有標準答案 你用的習慣 不會正確就最好 OK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這個 跟這兩個 一個是直接輸出值 一個是輸出函數 怎麼做 等一下會講 另外呢 還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我平常我不喜歡用按按鈕 我比較習慣用插入函數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在這個函數裡面 出現一個函數 叫做手機函數 手機函數 怎麼什麼時候變出來了 等一下就是教各位怎麼樣變出這個東西來 按個確定之後 就一個蘿蔔一個坑吧 應該都看得懂吧 一個蘿蔔一個坑 有沒有 三個嘛 三個按確定 點兩下 結果也出來了 而且應該我想很簡單吧 應該沒有人不會用這個函數吧 只要電子里面有這個把它點兩下 就OK啦 對 所以將來如果說你寫好這個東西 當然現在應該很缺這樣的人才 公司裡面有一個人幫你寫好全部 一般性都需要的東西 大家來用 就好了嘛 那工作不是輕鬆許多 可是 需要有這個人的存在 這個人到底在哪裡 也是大家尋覓的 也要能夠很快的幫大家可以解決問題 OK 那 後來我做完這個之後 同學就是覺得說 老師 可是 我覺得還是蠻麻煩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填一個兩個三個 那他明明就是一個連續的範圍 那你為什麼不給我一個連續的範圍選一下 那我事情就搞定了 對不對 也對 所以我就 想了一招 之前我也沒想到 不過後來發現 你這個問題是非常好 所以插入環數 使用者制定裡面呢就有一個叫手機加一個範圍 也就是說剛剛是要刪三個嘛 在同一列上面 答案通通在哪裡呢 其實都在雲端上可以看到 你往下卷 對 剛剛的東西 然後呢可以先試著把用TESTER OK之後的話 那等一下我會教各位這些按部就班來看 那這個都是VBA的一種形式 VBA裡面至少是按鈕跟制定函數 畫面先還給各位